歡迎來到2月28日的兩岸母格仔 立賢卿,今天很開心 很開心 當然很開心,今天我們的潛艦終於碰到水了 終於滾了水了 簡直就是心裏油沖的歡喜 希望一切順順利利 我覺得現在所謂政治新聞那些 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傳聞 流言滿天飛,又說要520之前能夠測試完成 這些是不可能的 海軍已經出了聲明,一切要以安全至上 而且都很因為 我們國家的前參謀總長王柱光上將 他也是海軍潛艦兵科出身的將軍 會親自帶隊 新鮮事卒地帶領我們國造潛艦 下潛測試 證明我們的將軍都相當有擔當 不像對外某位姓李 叫不知什麼什麼的人 李尚X X尚福 不知為何會在他們的武裝部隊的網站 會不見了 消失於模型 這些潛艦就不同 那些潛艦,我們就肯定要抽一下水 開心一下 有什麼你不開心的就說出來讓我們開心一下 這些就叫 不再擔任中共中央陸軍 真的 很奇怪的 會無緣無故失蹤 那一下 說到幾個月之前突然間失蹤 然後現在是去到6個小時前 才 11個小時前 才超超除名 按照潛艇的標準,潛水潛那麼久 這個能力也不得了 也沒有 一點點 有些如果遇到意外的話 一潛就不起了 說回來就是 缺氧那個 當時那個單 好啦 今天我們就時間有限 因為小弟工作繁忙 我們錄一節 不如各位網友 聽完香港無格仔 拜託大家 順便過來 秋海唐民國使利的頻道 再聽多一次 現在 我們今天有什麼題目 據說都很爆 今天 今天就看到 也不是今天 是昨天 民進黨立委 在立法院施政報告總質詢裡面 說 香港金融地位在反送中之後 有明顯的改變 關鍵就是他們需要檢討 未來這個港元能否兌換這個美金 他還說在這個美國大選 今年是大選年 就說 簽了這個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之後 台灣面對香港的形勢 一定會有改變 台灣應該跟進美國 就不可以容許港元用來兌換港幣 是行政部門 是一定要有所回應 港元兌換港幣? 你不是說港元兌換美金嗎? 不是啊 他說不應該跟進美國 因為他說美國 處理了香港三個經貿辦事處存費的問題 香港各種特權 或豁免權 很大機會被取消 甚至是港元 港元能否兌換美金 也成問題 所以 台灣應該跟進美國的決定 究竟要考慮 未來港元會否兌換新台幣 那麼奇怪 行政院長怎麼回答他 我真的很想知道 陳建仁的答覆很簡單 我們有密切關注情勢的發展 確實港澳在中國化之後 漸漸失去政治經濟 甚至在貿易上的地位 陸委會一直都有密切留意 金管會也會注意投資者 在港元方面的信心 我覺得現在最害怕的 他說 希望港元不能直接兌換新台幣 現在最害怕的 應該是他的同黨同志吳怡龍先生 為什麼呢 因為吳怡龍 他在美國回來後 曾經一段時間在香港投行工作 他說他到現在為止 還有很多港元存款 他不怕 要趕快換錢回來 但是我這樣說 香港從來是一個 起碼我們現在認知的 香港社會 都仍然是一個開放社會 港幣其實是自由流動 這一點什麼開放 這一點什麼開放 我真的要講清楚 純粹是 目前來講資金還是自由流動 資金還可以自由流動 但是你說社會是否真的開放 我絕對不能扣 不要玩了大哥 在這個國安法打後 接了多少NGO 你就知道 香港這個社會是否開放 我們完完全全要撇開 究竟什麼 中國法 即是完善選舉制度 國安法之後的東西 向著林林林區開放 不是向著國際開放 本身動盤是推的 比如說拉 向著另一面 這樣 我們要先戴著頭盔 他這個說 他這些問題也挺有趣的 但問題就是 他身為台灣立法委員 為什麼說這些對我們來說 很沒有常識 陳建仁這個說法 這個回應是合理的 密切留意情勢的發展 你問到究竟 香港政府對於 這個 例如 我們認知的叫什麼 中華旅行社 其實到現在 我認知好像 都好像還沒有開放 究竟總經理會不會 或者其實應該是駐港大使 什麼時候 換過新的 我都不知道 反過來 港澳 由中華民國分別出去 為什麼在自己國內 派著大使 是陸委會下面派著的代表 兩岸關係 就算是以 李登輝 以故總統李登輝所說 就算是國語覺得 一個特殊 特殊國語國關係 李登輝也覺得有些東西是撕不掉的 這件事是兩岸之間 老共沒有一秒鐘 統一國 統治過台灣 但是中華民國 是曾經統治過 兩岸 直接統治過的 這件事是沒有辦法 磨滅的歷史事實 對不對 這一點我們要很強調清楚 立場要站得清晰 要不然的話 命不正 則言不順 但是 先回答你 一條問題 你可能問到 為什麼 作為一個立委 理論上 每個月有十多萬 去請那些 立委助理 理論上應該大家都做到那個位置 也有分量的學歷 對不對 而且他也是 說少少這個吳丙銳是什麼人 這個人其實 很早就參與政治 當然他是 上位上了很久 但是 他的社運經歷其實很深厚 說的是野不合學運的時候 他已經學生待遇了 他也是做過這個 政大 是政大畢業的 但是他就不是 政大不是做什麼外交 國際關係 那些 也不是語言 他是讀法律 法律系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政壇也是相當奇葩的 只要是跟他們專業有關的 他們絕對可以 跟好一點好專業的 只要一碰到政治 整個人就會變了 雖然看他的背景 好像很光鮮 CV好像很亮 但是問題 剛剛都說了 這件事關乎政治 一關乎到政治 自然就會出現很大的偏差 當然也不排除 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 既然 香港的朋友 雖然跟 台灣一海之駕 但是 那個的認識 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偏差 很明顯 反過來說 台灣的朋友 其實在香港 都有一定程度的偏差 很簡單 我用食物做一個例子 最近友台 我也認識的朋友 孔德維先生 他都說 他說 你在香港吃到很棒的叉燒 但是你去到台灣 你竟然吃到的 是軟了色的豬肉 你已經發覺 但是他們會認為 那些就是香港的叉燒 你單單由叉燒 你已經明白 兩地之間的互相的認知 是可以有很大的不差 所以他經常覺得 說完這件事 有美國的政府在後面默認 我給你 你才可以做聯繫匯率 這也是一個不奇怪 因為始終這件事是說金融的一個 金融的一個 專業的範疇 專業的範疇 香港當然 其人其事 那麼多 是不是 大隱隱於市 全部都是猛將餘魂 當然很知道背後的運作是怎樣 但是 如果 自由地區遍地都是這些人才的話 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 應該就不是香港 應該是台北 所以這件事是解釋得通的 但是 你來分析一下 你覺得這件事可不可行 他講這個問題我本身已經是在招頭了 你說要關注 香港重值不只是台商投資的故事 但是問題如果你說港元對美元或者港元會不會因為和美元之間掛鉤出了問題 然後就 影響到 新台幣和港元的兌換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首先 第一件事 是港元 是香港政府自己 去到宣佈 這個港元和美金 去到掛鉤 一對7.8左右 那個數字是 中間是可以有一個範圍的浮動 第二件事就是 這件事是建基於 香港政府或者香港金管局 是有一個 很豐厚的外匯儲備基金 去到做back up 然後才可以維持到這個匯率 那也就是說 起碼現在 現在這一刻 如果你說港元和美元脫鉤 唯一 最大的可能性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首先 就是香港政府外匯基金沒有了錢 第二件事 是香港政府和美國聯儲局差到一個點 就是沒有了錢之後 香港政府的那個信用額 或者那個關係差到是 連美國聯儲局都不借錢給他 才會出現脫鉤 現在暫時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出現 也很難有這樣的可能性出現 所以 其實吳炳銳問這個問題 我們兩個 看完這則新聞之後 都被拒絕了 覺得陳建仁這種洩答 是覺得很合理 沒錯 陳建仁那種所謂 你剛剛說 關注形勢 關注形勢 其實幾個 一句說話就回答了 就叫做答了等於無法 因為 基本上都不想理你 但是呢 惡於大家又是同一個黨的 就不好意思 說得太白 又覺得你無知 你剛剛說的那個 所謂 香港的金管局 和美國聯儲局的關係差到一個點 你說的應該是貨幣互換協議 即是說 為了防止 人們去炒作 外匯 令外匯市場不穩定 進而導致了一個國家的 貨幣和經濟受到了 很大的影響 而全世界的貨幣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美金 所以 自從 我想應該2000年代開始 國際之間就很盛行 央行之間會簽署這些協議 很不幸地說一句 港元和美元是有這個協議 但是呢 我國的貨幣 暫時是未能夠和美元有這個協議 當然 有很多人就相信 就是說 以這個 目前 中華民國在國際經貿地位上的重要性 萬一新台幣 即是有些什麼三長兩短的話 突然間很大的波動的話 美聯儲都是不會見死不救的 但是都是那樣東西 美國經常都說 安全承諾 安全承諾 但是為什麼台灣的民眾這麼不放心 最重要的很簡單 我們沒有正式的邦交 我們以前 1979年之前就說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979年之後有什麼 台灣關係法是國內法 很簡單 政府可不可以違憲 當然是犯法 但是政府可不可以違憲 政府可以違憲 既然違憲都可以違 那就是後話 國內法 我可不可以自動不張手 或者是不張手毛的條件 都可以 所以 最近 台灣眾藝節目 的主持 台智元 他不是 他不是有一個一日系列很出名的嗎 最近有一集節目 好像是一日AIT人 在AIT裡面打工 體驗工作 他問孫曉雅 美國駐華的代表 他說 美國和中華盟國是不是盟邦 孫曉雅第一句就答 不 不過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有些傷心 但是也是一個現實 你作為美國 台北的代表 亦都沒有辦法說 美國和中華盟國是盟邦 因為如果這樣說的話 你回去 你的報告就寫不完 證明 無論 你那些參議員來到 美國和台灣現在是關係歷史最好的一點 你就是不可以這樣說 你只要一碰到行政體系 你就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 這一方面 可以看到 每個地方的情況 有不同 導致他們貨幣的情況 亦有不同 而新台幣建基於那件事 很簡單 新台幣 這一種貨幣的發行 其實一直以來都擺脫不了 國共內戰後期的歷史影響 國共內戰後期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外匯存底不夠 沒有十足的發行量 然後又搞金元券 又搞銀元券 最後搞什麼 廣東省那些 陽幣 最後搞到整個 是因為經濟崩潰了 所以才令到整個電局崩潰 所以後來 央行是對於這個 相當相當之妥忌的 對於外匯存底不足 當然也是因為 中華民國後來 作為一個外貿主導的經濟體 所以 積存了很多外匯存底 以前我讀書的年代 中華民國的外匯存底是存底的第三 當然現在就跌了 有些國家超越了 對 瑞士超越了 大家都知道瑞士是一個金融大國 而且有很多 黃金是儲存在瑞士 瑞士對於 黃金很渴求 跟其他歐洲國家是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歐洲國家普遍的外匯存底不是那麼多 美國當然更加不用說 美國 他自己本身是個樓 當然他也有很大量的黃金的存量 更加不要說他是代管世界很多國家的 或者很多政權的黃金 瑞士很不同 瑞士不是歐盟 但問題是他在歐洲的正中心 所以他就變了很多人的小金庫 但問題是 我只是靠自己的瑞朗 其實是不足以令其他人承認的 所以他後面要有很多的黃金存底 不得已的時候 你可以拿黃金去頂 所以 正正是因為要拿黃金去頂 還有就是當你外貿的時候 你最先拿回來的 國際貿易體系都是美金的 所以為什麼導致 中華民國的外匯存底是那麼多 而且央行對於運用這一筆的外匯存底 是相當之 是謹慎的 是謹慎到一個 有些 一無不拔的感覺 亦都是為何 這次民眾黨的候選人 不欣凝 他經常提 他最自豪的政策就是要成立外匯基金 主權基金 這個其實是他看得對的 只是他沒有機會當選 沒有機會當選 沒有辦法 實現這個 這個的弘怨 民進黨 即是執政黨就好 在野那邊 識貨也好 沒有 繼續找他出來 繼續講主權基金 然後 輿論成熟 的時候就踏過鵬出來 懂得這麼玩 其實要看一件事 就是看到底 民進黨 你多不多 這些金融財進 那些利益是不是在他手 很簡單政治 最後一件事 都是說到利益 你國民黨以前也說過 但是最後沒有做到 覺得那幫人覺得 搞這些東西 不是 我們的利益所在 不會說 因為 有很多東西 而且 說難聽一點 過河濕腳 對不對 這件事你濕腳的程度 不及我自己 可能開間 所謂精密電子廠 做個什麼生技 然後拿政府補貼 這樣可能更快 那些錢更快過來 所以 就不管這件事 亦都是為什麼 就是說 在於外匯基金的效率來講 中華民國的 不是 外匯全體的運用來講 中華民國的效率 是相當之低 這一點 老實說是 我國的財政系統 是不如香港 但是當然香港 另一個弊端 因為它依靠聯繫匯率 所以 它是沒有了自己的貨幣政策 因為那是三角關係 你想主動的話 你就一定要放棄第三個 第三個因素 就是你的貨幣的匯率 你的經濟 還有你那個 還有一個 忘記了 自由的貨幣政策 你這三個 就掌控了兩個 香港就沒有了自己自由的貨幣政策 但是當然 在於 暫著共產黨的角度來講 當然是希望這件事繼續 因為這樣它才可以 留一個窗口 持有一些所謂的美金代用券 以貨不時之需 現在當然香港的公眾就相當彰顯了 當然 現在的情況 不是要你生金蛋 直接我要吃我肉 吃心者燒我 撞了你 救自己 你看到多少香港人北上消費就知道什麼事 但是你說 如果是 台港之間的貿易 也是很巨大的 香港雖然是一個城市 但是 它在自由地區的貿易方面 是可以排到頭五名的 是的 而且 你現在的經濟 相對上是比較一體化的時候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台商 如果是把錢 要撤資 要轉回來的話 其實是有兩款渠道 當然第一款就是 直接納走人民幣 然後去到台北的人民幣資金池 第二 就是先換成港幣 或者換成其他外幣 但是當然 可能港幣會是比較多數的 然後再換回新台幣 你這樣 如果這件事你真的認真做的話 我當你是亂說 吳明瑞你是亂說 如果你真的認真做的話 你第一件事 首先是玩回自己人的拳頭 我剛剛說 為什麼我剛剛要說 吳怡龍這個 雖然說是開玩笑的 但是這個例子 是很看得到 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 台灣民眾 是持有港元作為他們的資產 因為我們很清楚一件事 其實港元是美元的代用券 你想一下 因為聯繫匯率 是令大家 對港元有信心 而且港元是 跟美元一模一樣 在自由兌換的貨幣 還有 不少台灣人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我要出國玩 我第一時間想到香港 以前的 當然現在去日本 據說日本關西機場 好像被 台灣人佔領了 因為便宜很多 我問 近來都不少 叫做 經日本 然後再過來 探 探 香港 探我們 一些香港朋友 他們都說 沒有的 東京那邊是被香港人佔領了 關西那邊是被台灣人佔領了 現在很嚴重的 你聽得到的國語 全部都是 自政康源的 台北康 很有趣 但是還有一件事 你現在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上年還是前年的新聞 他說 台灣出口的晶片 其中一個最大的出口地在哪裏 其中一個最大的出口地在香港 當然香港肯定是一個白手套 要嘗試繞過 制裁 制裁 所謂的 遺堵封鎖 就把那些 比較高階的晶片 轉運到 中國大陸輪陷區 所以你看得到 兩個 這麼大的經濟體 你真的要 剝離的話 我覺得 你不如剝離和人民幣的兌換 你在道理上來說 你也說不通 你為了 因為美國 現在就把香港 當作是一個 潛在的敵人 所以你就要推動 新台幣不可以直接兌換港幣 為什麼新台幣 可以直接兌換人民幣呢 這個解釋不了 因為你到最後 其實說的制度 你也是透過 SWIFT介動 首先是要把 新台幣兌換成美金 然後就兌換成各種不同的貨幣 而各種不同的貨幣 除了勞佈之外 人民幣是絕對可以兌換的 港幣更加容易賺到 而且 民進黨執政 八年以來 都沒有離開過一點 就是說 當年說要把這個 人民幣的利案資金池 其中一個是 放在台北 當然 相比起 香港 新加坡 和倫敦 這個資金池 少得很可憐 但是 這個在馬英九年代定下來的貨幣 民進黨沒有嘗試 嘗試要把他禁止 最主要的原因是 台商是有這個需要 你如果禁止了他的台商 和你死過 所以變了就是 總之 但是 我們又不可以把問題分析 只是來到這裡 我們可以深入一點 為什麼 吳炳銳強調這件事呢 他其實 有自己暴露了自己的邏輯思考那條線 根據報紙報導 他說台灣作為自由世界經濟體 可能不跟著美國導發 假設港幣 未來不能兌換 美金 我們就不允許港幣來兌換台幣 你如果正看這個報紙的標題 可能會覺得 吳炳銳完全是一個草包 但是如果看了他這個發言 他現在有一個假設在這裏 例如現在這樣說 我們將他草包的 層級 40% 60% 是不正常的 40% 因為 幸好他講了假設這兩隻字 是的 因為 但是 這一件事 你覺得目前來說 美國是否 鐵板一塊 真的要跟共產黨完全抹臉 不會 反而就是講到這一步 反而是 其實 美國政府 這麼多年以來 對中國來說 他覺得 中國是一個 很重要的製造中心 他要做的就是 你習近平 不要跟我搞那麼多 瘋狂的事 你安安分分 就做你的製造中心 你要怎樣掘起 要怎樣打飛機 是你的問題 所以 在他的角度來說 中美關係變差 最重要 在美國的角度來說 是削弱你 你看到的 不會真的和你 中美關係 建筆老張 只不過是 慢慢 抽走了你的生產鏈 然後放進東南亞 政治上 是不是真的有 大的衝突 軍事上 是不是真的有大的衝突 其實是沒有的 或者這樣說 美國現在 講到明 中共以及 管治的輪陷區 是屬於一個 潛在的敵人 這件事 是建筆老張的 但是 兩個強權之恩的政治 不是 一是 糖痴豆 一是水溝油 總是會用一個 探探打打 打探探 這樣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吃正了美國 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對抗中共的政策 吃了一條水 提升了 中俄民國和美國的關係 非常好 非常之好 但是 其實你看到 尤其是這一兩年 由2023年中開始 說到那個氣球事件 過了之後 美國其實是基於 整個局勢的改變 希望暫時 不要 將美國和中共之間的關係 再惡化下去 你看到他有些事 在做 是緩和的角色 例如是要求 麻煩你繼續 跟俄羅斯討論 那時候不是的 那時候是說到 很誇張的 你千萬不要出口 任何武器 丁點都不行 如果讓我查到 當然現在是繼續有 制裁中共的一些實體 例如一些公司 一些個人 但是 有沒有上升到 好像 這個 當日 他出口術 說過這樣的制裁程度 沒有 不是一個系統性的制裁 頂多是一個個人制裁 這些個人制裁 就算放在美國的 盟友 印度也有 美國也制裁了一些印度 公司和印度人格 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美國和印度的關係 就決裂了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都看到美國是很克制的 但是 民進黨的執政黨 外交政策 去到這裏 似乎有些轉不了 我不是叫你一百八十度 轉到變成紅瘦署 立刻就說 我們要一國兩制 我們要 統一中國 絕對不是 OK 但是問題 如何放軟 身段 民進黨其實現在很困難 一方面 他覺得 其實看得到 美國那邊的風向 是在轉 吳丙蕭也說 他說美國的一些政策 是足以影響到 那國的 無論是財政也好 外交也好 都要跟著他轉向 是 他不是 他看得到這件事 問題是怎麼轉呢 剛才我們在說 這個 高科技進口中國的窗口 都會被檢討 這件事是吳丙蕭也看得到的 這件事是很佩服他的 檢討完又如何呢 是不是 你怎麼說都好 其實某種程度上 兩岸的經濟體 是一體化做一部份的 你那班台商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個最中堅的外資 對中共來說最中堅的外資來源 如果不是今年 你知不知道 今年的這個新春 所謂的茶會 台商的新春茶會 老共是找了什麼人出席 找了王滬寧出席 這個真是上位 還要是這個中共的理論大師 找他出來 出面 就是要他 和什麼 所謂的叫做 籠絡島內的 支持統一大業的勢力 你就已經明顯看到 老共現在對於 台商的離開是相當的耳率 第一是想 不要讓他走那麼多錢 第二是 甚至乎反過來是希望 他好像當年 剛剛所謂的 開放政策 作為一個引進外資的先鋒 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看到 兩岸三地 但這三地不是香港的三地 而是大陸 中華民國和美國 這三個地方 互相牽涉的關係 導致他們無法 完全脫鉤 然後去到建拔老張 OK 即是大陸如果這個時候敢去打 自由地區的話 他整個的台商陣線就會散了 所以這一點其實 共產黨是瘋狂 但共產黨不是蠢 他們都看得明白這一點 所以 說回到最後 最後講一講 金門馬 金門這次的 所謂撞沉如船 這個事件 亦都可以看到 在這幾年 兩岸缺少了 民間交流 是 一方面是好事 另一方面亦都有一些不好事 怎麼說呢 譬如說 不交流的話 沒錯的確是減少了 被滲透的機會 OK 你好像以前 兩岸 老死不相往來 兩掌年代 除了炮彈會有交換 還有什麼交換 沒有交換的 就是交換人命 然後派水鬼隊去對岸刺塔 拿刀割了別人的耳朵 然後游回來 僅此而矣 但是 你這次 也表現了一些 不交流的壞處 就是大家都 不認識對方 摸不到對方的底 甚至對方有一種不切實際的理解 OK 尤其是金門的院長 尤其是金門的院長 這個李柱鋒 我覺得 簡直真的要 打屁股 他說這個 什麼 金門海域的 執法權 是基於 中共 的善意 怎樣怎樣 中共如果對我們有善意的話 就不會拿那麼多飛彈來對著我們 對不對 中共有善意的話 就不會天天要提這個武統 對不對 這些人 完全說話 是不看自己以前的官位 不看自己以前的身份 一尾這樣 放這些缺詞 去滅自己的士氣 滅俄國國人的 威風 我覺得這些是極不可取的 這個是必須要批評的 而且 但是 政府 中央政府有沒有正視到這件事呢 反而好像似乎是美國政府 我看得到 對今次金門這件事的重視 重大 美國政府其實很強調 甚至乎是 有一些的軍事評論員認為 現在有 五個的 美國的航母作戰群在西太平洋 就是為了要應對 不知道520之前 總統就職之前 會不會發生一些擦槍走火的事 其實現在美國對這件事是高度關注的 當然 美國跟中共有直接溝通的管道 中共其實也有收到命令 這件事我們也猜中了 就是說 共產黨會將這件事不斷升級 但是不至於會擦槍走火 上個星期我們的 提示提供的是 派一艘大的船去壓著牆 誰知 不是我們中華民國官方派一艘大的船去 而是老共派一艘大的船 去廈門海域 護嶼 嶼船2000多噸 而且那艘2000多噸的船 是以前中共海軍的飛彈 為艦 你說這件事多嚴重 每件事都失了先機 然後有一班 退休的老而不 在這裏說三道四 我覺得這才是今天我們看下去的悲哀 這是我的國家的不幸 沒有的 你想回頭 為何當年共產黨打得贏國民黨 就是這些積極性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都想 我都經常反省一件事 到底是否交流 交流的話 有時候 如果夠省的話 可以看穿中共的統戰伎倆 進而有些應對之賊 完全不溝通 如果連密使溝通都沒有 就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大家互相摸底 互相升高的恐怖羅算 最後受苦受難的誰就是老百姓 就是國民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 所謂的溝通 所謂的統戰的問題 就是 大陸那麼多年 國民黨 年代以至到 今時今日 退到 只剩下台灣 這一語之地 他們的應對共產黨的統戰 都是完全沒有任何辦法 沒有想過去總結 共產黨用什麼方法 曾經有種結果 我最近有看一本書 大家都知道 最近傳統的 軍事業點 在哪裏 就是 葉門 和紅海 葉門的狐塞武裝 大家都知道他們瘋狂 是瘋狂的 但是曾經 你知不知道 沙特阿拉伯 是和北葉門 有一個 準的 軍事保障獨立原則 而且中華民國 是有派兵 去北葉門 但是很搞笑 北葉門是和中共 建立一個所謂的關係 因為那個叫 野門共產黨 不是 野門共產黨是南葉門 北葉門是回教的 王國 又不是王國 王國已經推翻了 王一家大小都被 所謂政變的軍官 都被拘捕了 僅僅有少數就走爛去了兩個地方 一個叫約旦 一個叫做沙特阿拉伯 你看回這件事 我也在看那本書 他就 有講了很多細節 那時候 政府是怎樣 去防 和中共的滲透 但是又同時之間 是巧妙地利用 這個沙特阿拉伯 在當地的影響力 令到 俄國可以駐軍 當然是空軍 駐軍 北葉門 去支援整個 在國際局勢 可以有一步棋 當然那一代人就是撤退台灣痛還是私痛 那一班人 所以就有 這個技術 或者這些 歷史經驗的總結 很可惜 這些東西沒有傳承下去 就是這樣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以後才會再分享 這部份 好 今天的 topic 我們暫時講到這裏 看看 這個情況 什麼時候會改變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都很難想像 有一天 港幣 還不到分台幣 會出現什麼情況 很難想像 因為香港人 香港人對 日本是第二家鄉 總是有些人覺得 台灣是第二家鄉 是呀 去台北玩的次數都可以很頻密 我不怕說 我以前是騰京旗了一個 我以前是星期五放空就飛過去 星期日馬黑飛回來 星期日上班 那時候 台灣機票便宜 我覺得這件事挺唏噓的 好了 就是這樣 今天暫時到這裏 希望下一個星期 我沒有太忙了 可以做兩集 好 拜拜